第一章 各位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 民宿记第26章 民宿记有36章 通常我们会把第一章到25章 作为第一个段落 因为他们是在数点 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 20岁以上的男丁有多少人 而到了26章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去的很快 已经到了出埃及的第40年 因此26章开始 数点的人数 是第二代的以色列 20岁以上的男丁 因此我们都用26章 作为一个新的分界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6章 他跟第一章 在数点12支派的人数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其中有一些什么是我们 值得我们注意的 26章第一节 瘟疫之后 这个瘟疫指的是上一章25章 这个摩鸭人跟米甸人 他们听从了假先知 巴兰的诡计 让他们用他们的偶像的敬拜的行为 以及他们的妇女 可能包含一般的妇女 以及一些偶像的妙迹 来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 去与他们行营 因此耶和华就大大的发怒 因此在第25章的时候 经由上帝审判的瘟疫 总共有24000人死亡 因此在第26章以后 他说瘟疫之后 耶和华小玉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说 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 凡以色列宗 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 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 就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 约旦河边 所以隔着这个约旦河 东边是摩押平原 西边是耶利哥 因此就在摩押平原这个地方 就向以色列人说 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 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 第五节以色列的长子就是流变 流变的种子如下 因此从第五节我们看见 跟第一章很像 就是从流变这个支派开始数点人数 第七节告诉我们 这就是流变的各族其中被数的 共有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名 跟三十八年前数点的四万六千五百名 相差没有很多 但是呢 在第八节他做了一个补充说明 想到说 法禄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种子 是尼姆利大丹亚比兰 而这个大丹跟亚比兰 就是从会中选招的 他们曾经与这个可拉一党 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 也向摩西亚伦争闹 上帝就使地开口吞灭了他们 让这个流变支派的领袖 大丹亚比兰 以及立位支派里面的可拉 还有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 那时火烧灭了两百五十个人 指的是有两百五十个各支派的领袖 他们也拿着自己的香炉 要跟耶和华献香献火 那他们就做了警戒 然而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 这边再回顾三十八年前 所发生的那一件大事 就是第一 这个立位支派里面 同属于歌侠宗族的可拉 可拉其实是摩西亚伦的堂兄弟 他们不服 凭什么我们都是 以这个立位支派里面的歌侠宗族 我们跟你摩西亚伦都是歌侠宗族的 凭什么我们只能当立位人 你们却可以当祭司 因此就不服 他们就联合了十二支派里面 原本按照出生顺序 应该是长子的流变支派 的领袖一起来 挑战摩西跟亚伦 那因为流变呢 他犯了罪 所以呢 他的父亲雅各 就非常的不喜悦他 因此呢 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所以在民宿记里面呢 十二支派排名的顺序里面 排在首位的 变成的是犹大支派 而不是流变支派 因此在民宿记 后来的发展当中 由可拉 这个向摩西亚伦 发起的挑战 就联合了 这个也不满的 流变支派的首领 大丹跟雅比兰 但是我们最后看见 上帝严严的惩罚了他们 使他们灭亡 这是三十八年前的事情 那但是三十八年后 我们发现 流变支派的人数 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代表什么 很可能是三十八年以来 流变支派有悔改 他们在错误当中 重新去省思 接受了耶和华的安排 因此呢 就在自己的岗位上 检守自己 十一节 然而可拉的种子 没有死亡 真面也交代了 在那时候 三十八年前 审判可拉跟他的后裔的时候 上帝怜悯他们 让可拉有一些儿子 可能没有死亡 上帝要保留一个机会 给可拉他的后裔 我们在诗篇里面 可以看见 有许多可拉后裔所写的诗 例如诗篇第四十二篇 那代表怎么样 其实人难免都会有犯错 但如果错了之后 愿意悔改 然后重新来跟随神 不论是流变支派的后裔 还是可拉的后裔 都可以再次被神祝福 跟被神使用 第十二节就交代 在出生的次序里面 排行第二的西缅 西缅的这个 鼠点之后的人数 十四节说有两万两千两百名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因为三十八年前 鼠点 西缅支派的人数是 五万九千三百人 他们总共在三十八年里面 他们短少了三万七千一百人的 二十岁以上的男丁 也就是说他们的人口数目 西缅支派的人口数目 这三十八年来减少了百分之六十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减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刚刚讲解过的有关于 刘便支派以及可拉的后裔 很可能他们虚心的接受上帝的管教 后来有悔改 神就给他们的机会 但是我们看见西缅支派呢 他人口锐减 很可能跟他这三十八年来 西缅支派特别不受教 没有悔改所致 我们想起上一章 二十五章里面 当以色列各支派 知道他们因为跟这个摩鸭 以及米店的妇人行淫了 又去祭拜偶像 引起耶和华的愤怒 所以当全部的支派的会众 还有领袖 都在耶和华面前哀哭悔改的时候 竟然有这个西缅支派的 一个宗族的首领 名叫辛利 大辣辣的带着米店 这个首领的女儿 进到耶和华的营地 里面公开在那边行淫 最后被祭司菲尼哈所杀 我们就可以去推想 很可能在这些年间来 整个西缅支派的灵性光景 非常的不好 所以他人口大量的瑞减少了60% 接下来我们看见加德支派 还有犹大支派 他们的人数都没有变化太大 23节以撒加支派 以及26节的西布伦支派 还有在39节的马拿西支派 以及37节的以法连支派 38节的变雅敏支派 42节的淡支派 44节的亚瑟支派 还有呢 在这个48节的拿佛他利支派 这12支派 各自有人数多多少少一点的消涨 但变化最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西缅支派 减少了60% 因此呢 在51节里面我们看见 第二次的数点人数 总共有60万零1730名 比38年前总共只少了1820人 代表这38年以来 虽然在旷野日子比较辛苦 但是耶和华仍然保留他们的性命 让他们的下一代的人数 总数上面 并没有比上一代减少太多 代表耶和华仍然愿意 给下一代的以色列人 宝贵的机会 也希望他们不要重蹈 这个他们上一代的 这个一样的错误 代表神身是一个宽大的上帝 52节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 就是按着人口数目 把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分配的原则是人多的 你就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 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要照倍数的人数 把产业分给个人 所以是这样 还要捏丘分地 就是抽签分地 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 承受为业 要按着所捏的丘 看人数多 人数少 把产业分给他们 我们来整理一下 十二支派分土地的原则 就是按照他们 第二次数点人数时候的人口数 有点像以前在旷野里面 各个帐篷 他们早上去收取 神所赐的玛拿的时候 就是按着帐篷里面的人口数的 吃饭的饭量 来收取神所赐的玛拿 现在分配土地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就看见 这个吃的大亏是谁 就是西勉之派 因此我们就看见 等到后来他们真的得地为业之后 西勉之派所分的土地非常的小 而且整个被犹大之派 是包围在中间 后来几乎找不太到 这个西勉之派 他们活动的 把这些历史记载 那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讯 因此首先是针对人数的多寡 来决定分的土地的大小 第二个很可能是 当人数差不多的时候 的这些支派 就用抽签来分配土地 最后要交代有关于立位支派的事情 五十七节 立位人按着他们的各族被属的 有格顺宗族 歌侠宗族 还有米拉利宗族的 在这边特别交代了一下 歌侠生暗兰 而暗兰他又生了谁 暗兰他生了亚伦摩西 还有亚伦摩西的姐姐米利安 亚伦生拿达亚比户 这两个儿子已经在立位记 第十章的时候 就任祭司那天被神处罚 用火烧死 老三是以利亚撒 后来继承了亚伦做大祭司 老四是以他嘛 六十一节他再一次交代 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 献反火的时候就死了 反火指的是 这不是耶和华叫他要去献的火 他是出于自发 拿达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出于自发 亚比户的意思就是 他是我父亲 这两个名字的连在一起 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 很可能代表就是 拿达跟亚比户 这两个儿子在就职典礼当天 看见他的父亲也就任大祭司 得着那样神给他的荣光 他们就也羡慕这种虚伏的荣耀 神赐荣光给亚伦 但是神并没有要赐这样的荣光 给他两个儿子 可这两个儿子可能就羡慕 贪图那一种掌声 所以呢就出于自发 拿达的意思就是出于自发 亚比户就是他是我爸爸 他们看见我的爸爸这样受人尊重 那因此他们就出于自发 也去玩一些花招 想要哗众取宠博得掌声 但是呢不敬畏神就被神烧死 六十二节这边让我们看见 这个立位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属的男子 男丁共有两万三千人 人数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他们本来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 因为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 这立位之派没有分到土地做产业 但是耶和华说我耶和华就是你们的产业 你们只要忠心的侍奉我 我必养活你们并且使你们得丰盛 六十三节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所属的 他们在摩押平原 与他们对岸的耶利哥相对的 这个约旦河边属点的以色列人 但被属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 从前在西南的旷野就是第一章的时候 三十八年前所属的以色列人 代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死在旷野 第一代的二十岁以上的男人 全部在这三十八年当中 没有把握悔改的机会 所以全部倒闭在旷野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引以为鉴 六十五节因为耶和华论道他们说 他们必要死在旷野 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还有嫩的儿子约苏亚以外 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迦勒跟约苏亚是当时候 十二个探子里面的两个好探子 他们的信心被神大大的肯定 因此第一代以色列人 总共六十万人里面 总共只有这两个人 在三十八年后 有幸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民宿记 原本是一个壮阔得胜的史诗 但是因为第一代以色列人 他们悖逆不信 因此变成旷野流浪三十八年的大悲剧 神在二十六章开始 兴起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希望他们寄取前人的教训 能够对神有信心 在神面前保持圣洁 跟着上帝一起得胜有余 主这也是给我们最大的警戒 因为保罗在新约里面也说 民宿记所记载的这一切 其实是给我们后人作为借敬的 愿我们寄取这样的教训 愿我们都跟随神 进到生命丰盛的得胜之界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愿神赐福大家